我好像電商了 來來來 召集藝要到了 現在買最優惠 他好像 老娘不斷了 你知道我這樣的時候 只有我個性 沒有 哈囉 歡迎收看名人測謊 其實我是Eric 相信很多人都有聽過 《孤獨的總和》這首歌 那這首歌在YouTube呢 已經累積破兩千萬的點閱率 我們今天特別把原唱請到現場 讓我們來歡迎吳文芳 嗨 大家好 嗨 大家好 恭喜你 睽違四年 終於要發給全新專輯 《生存法則》 對對對 這張專輯 其實是用募資的方式 來跟大家介入 那已經在三天內 就達標到了第一階段 不五十萬 對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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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先來介紹他這張專輯 打好了 這張專輯《生存法則》 其實剛好在疫情發行 可是那時候自己的狀態 其實是有一點 因為工作的關係 稍微有些空窗期 然後空窗期的時間 我就是一個很喜歡停下來 然後檢討自己的人 你會越來越 鑽牛角尖 我會覺得 我今天沒有做到什麼成績 所以我不夠好 心態有一點變得 有點小自暴自清 然後有點半自嘲 因為在這首歌裡面 其實就有寫到 不接電話 只要裝忙 然後只要懂得自嘲 就是一種幽默的表現方式 可是其實那個都是我自己在 社會上生存的一種保護 生存法則 對 那是我的成績 其實也是濃縮你這幾年的一些 關於在工作上的經歷 然後成為一張創作專輯 對 因為今年上半年 就是疫情大家整個就是 爆炸 對 整個秩序都變了這樣子 對 對 因為你好像也受到蠻多影響 那這段期間你是怎麼度過 在忙些什麼 忙著焦慮 啊 大家都是在焦慮 對 但是總不能每天都焦慮 所以其實疫情期間 還是有發歌 有 有發單曲人間遊戲 然後人間遊戲這首歌很好玩 是他的前身 我之前的demo其實叫做 Dreaming of You 所以在講一個 比較小情小愛的那種東西 可是 這時候剛好這首歌要進入到 製作期的時候 疫情就大爆發 整個人的狀態沒有辦法 再唱小情笑 我現在好焦慮喔 對啊 我覺得那個狀態 如果要再唱些情歌 好像會沒有辦法很精神 對 所以他原本的demo不是這樣子 旋律完全不一樣 歌詞也不一樣 所以 這是真的是 疫情而誕生的一首歌 對 人間遊戲 大家可以趕快去唱 串流米來聽這樣 那因為其實這次慕姿 我覺得他有一個很 特殊的概念 應該只有 我覺得你應該是 唯一一個歌手做這件事情 瘋了 瘋了 好神包 我第一次看到歌手 跟防災觀念有這麼好 你怎麼扣得這麼激 對 而且上禮拜 我們在錄影的上禮拜翻避震喔 是賽 趕快下標 馬上趕快去下標 有買有保游 那我們剛剛提到 因為逃生的概念啊 如果說假如 你想要逃離現在的生活跟狀況 你最想要逃去哪邊嗎 最想要逃去哪邊喔 一個最簡單的就是 反正就認識沒關係 只要有乾淨的海邊 我都想要逃 乾淨的海邊 對 台灣好難喔 好像是有點難 台灣很難 這個有點太 也是有啦 會期許 某一天 我們的地球的海邊 真的是乾淨 因為穿過淨灘嘛 淨灘的用意 不是要大家把垃圾剪完 因為根本剪不完 對 真的剪不完 用意其實是要讓你看到 你看喔生活當中 你還要這樣子 而且我只記得 我只是剪一小塊 然後我就覺得 怎麼這麼多 而且很熱 所以我自己希望 如果有一天 我可以逃到一個 就是夢想中的地方 應該就是非常乾淨的海邊 對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酒莊 不敬的紅酒 可以平常 這個你可以帶我去嗎 可以帶我去 我也想要跟著 既然都已經世界默認 那不如就最先夢死吧 先買醉好了 好 好 那我們回到就是 這一次要發行的新專輯 因為其實這張新專輯 在發行以前 我們已經有三首單曲 現在在數位平台都可以聽得到 嗯 就是 今年初學發行第一首是 我沒錯 其實當初在做這首歌的時候 我可以一起demo 我的demo就是用吉他的一些 他彈了一個非常帥的吉他耶 就是 想要把那個個性的感覺 展現出來 很帥耶 那個吉他波子的那個聲音 對啊 很帥 很帥這樣 那再來就是 低桃 低桃 低桃這首歌其實很可愛 因為他其實是來自於巨業 嗯 冰西關也溪 低桃關 冰西關也溪 低桃關 不一定 我講對嗎 對對對 這樣對 我其實就是在寫這首歌的demo的時候 那一段我就是用 亂唱東西 唱台語 我唱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天外飛來一筆就是想要亂寫 對 因為我最近很常聽那個拍謝少林的歌 他們已經有一些台語演員是好帥喔 那種 那你會不會想要 也嘗試做一個真的全台語的歌 現在回洋起來 我小時候寫的demo有用台語寫 我好像未來真的可以嘗試 對 真的 我覺得 而且其實現在我覺得很多歌手都還蠻嘗試 唱一些比較新台語的歌 曲風就是更有趣的 對 再更現在 再更貼近可能的華語流行音樂的樣子 對對 挑戰一下 搞不好 全台語 對 全台 欸也有可能 挑戰一個台語金曲獎也有可能 所以現在台戲搞不好攻打印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第一套這首歌其實是在講 跟生活 跟職場工作有關 對 好奇上就是過去在工作遇到什麼樣豬隊友的狀態 就是有點被指著罵說 你怎麼可以怎麼樣 但是有時候我會覺得 欸這個權限好像不是在你身上 就是我們之間應該是可以開放討論 而且這MV裡面也難得辦一個OL OL 對 但後面變一個辣妹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大家可以去看這MV 老娘不斷了 給我那麼多工作 平常我這麼 平常我這樣不是有個性嗎 沒有 我平常 我平常很俗辣 沒有啦 就是我把 我覺得我把個性放在音樂上面比較多 我覺得聽得出來 你不只要做音樂 你還管到的企劃宣傳 然後跟一堆商品的發行 很累 我懂獨立發行的時間 很累 但是因為畢竟它是你的作品 所以你在做的每一個步驟 每件事情 其實都是很甘之如也 而且很踏實的 這一次真的有好多好多 以這個花紋為主的設計對不對 對 讓大家來看一下到底有什麼 我們節目會不會是第一個先讓大家看到的 欸 是嗎 是耶 是耶 耶 馬上開箱 先來做開箱 獻給名人吃黃金 耶 第一個是 襯衫 這個也是寶特瓶紗做成的 抽紗做成的 然後這個花紋啊 其實就是我們找吳建榮老師在我們設計 對 我好像變傷了 來來來來這個 很好很好 知道雙十一要到了 雙十一要到了 現在買最優惠 然後這是最基本的T恤 T恤 對對對 然後後面就是有生存法則 後面有這個生存法則 這個字樣 這個很可愛耶 然後它有黑色跟白色 黑色跟白色 沒錯啊 就這樣 好 好看好看 再來就是提到就是剛說是用明星二手一做的 沒錯 這個 對 因為其實 我這次就是會希望我們做的東西也是跟環境友善的 那可以通通告訴我們有誰參與嗎 有 姊曼書 然後 姑姑 KID 然後 早說時驚與腦 ok 對對對 然後還有 喔Lulu Lulu 宋柏偉 酷酷酷 所以就是你可能會拿到 比如說是Lulu的舊衣服做的那個CD外套 對對對 隨機出貨 大家也不知道會想拿到誰 沒錯沒錯 那這個蠻有趣 對 因為包括我們的討生包啊包包 帽子這些 其實都是用回收的寶特瓶抽紗做成的 這是寶特瓶做成的 這是寶特瓶 所以它的材質其實有一點點 就是有點亮亮的滑滑的感覺 超環保 對 真的是超環保 大家趕快先下單喔 對我們才能做得更好 都看到這麼多漂亮的商品下單嗎 然後就是除了這些之外 其實我們還會做一些生存相關的講座 就最期待的是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你說講座嗎 沒有錄影演唱會 啊 錄影演唱會要200萬交給大家囉 加油加油加油 我們要一起去Camping 一起去聽吳文芳 我們要一起去聽吳文芳 我們要一起去聽吳文芳的生態解說 很棒 那我們其實今天呢 我們有準備一個神秘的小影片要給你 什麼 沒有發現Rundown裡面 這一段沒有發現Rundown裡面 我們現在讓他來看一下 有一位神秘嘉賓要對吳文芳說什麼呢 一開始認識吳文芳的時候 會覺得他是一個比較內向比較慢熱 然後不太擅長跟剛開始認識的人 表達太多他內心事情的一個人 然後他對於一些比較親密的舉動 也會就是比較害羞 可是後來發現他其實是一個心思非常細膩 然後非常敏感的人 但他把這些很強大的很澎湃的感受 都放在音樂上面 那他這一次發行的生存法則的音樂專輯 是他自己的獨立製作 包括在音樂內容上 還有製作上面 還有這個他的募資計畫 我覺得都非常有他個人的理念跟想法 包括海洋啊 包括環保啊等等的 所以非常期待他這一次的音樂作品 大家記得要多多支持喔 謝謝瑋玲 看到瑋玲對妳說的話 妳現在感覺就比較 想要去擁抱她一下 她說我很害怕跟人家肢體結束 但她講的就是想去擁抱她一下 謝謝我們的教堂 DJ瑋玲 給我這麼大的提示 謝謝瑋玲 馬上要進行我們的求生育大考驗 因為要呼籲妳的逃生報的概念 首先第一題 當從事A的時候 從事A的時候怎麼辦 老闆還要加我一次 然後老闆你就說 WTF是什麼意思 WTF是什麼意思 好難喔 好啦 那我要接答案喔 好 好 Welcome to Facebook 好會拍喔 好會喔 老闆就OK 非常非常好 很好 第二題 如果妳有一千塊 妳前女友跟你借325 妳還剩多一條錢 不就是 一千塊妳前女友跟你借 不就是675 我覺得應該沒那麼簡單耶 我不知道 怎麼辦我們兩個就是 沒辦法融入網路室 我們被淘汰了嗎 一千 一千喔 我沒錢女友 啊 有一次公司唱歌 大老闆就在唱一首老歌 唱到正開的時候 不小心把她的歌給切了 所有人目光盯著我 於是我說了一句 我自己都不得不佩服自己的話 啊 老闆的歌切掉 真的是蠻嚴重的事情 老闆再唱一次 應該是吧 老闆En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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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老闆Encore 感覺就不是 這麼無聊的味道 我也覺得不是這樣 我以為是倒唱 哇 這是撩人的話吧 我也覺得 想說沒人唱我就切了 好吧 這真的是職場生存法則 真的耶 反應好快喔 就是要等著去以下對上 我覺得我要多學一點 對 好 三一三地我們兩個 可能兩個都不會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好 來到我們最後的單元 是名人測謊之一 小姐準備好了嗎 我的手要一直這樣放著 是嗎 對 一邊放著 懂我懂你 那我來第一題囉 請問 重視環保衣服 還會使用一次免洗 餐具或飲料杯嗎 不會 不會 非常的斬釘節點 過了 耶 非常的厲害 好 第二題 不管到哪裡都會 Vivi的組合現在 會覺得很密嗎 不會 不會 這樣 畢竟是KiKi組的歌 耶 過了 很好 他今天會講真心話 對 我講真心話 好 最後一題 如果可以從來 想要出道當歌手的話 憂慮了 想 他有憂慮喔 來 過了 三題全隊 恭喜恭喜 耶 我是真心的 真心的 OK 大家真心的 好 最後我們再讓問方 來宣傳一下這次 生存法則的專輯 以及12月的演唱會 生存法則專輯 會在12月初發行 然後每個人都有自己 在這個社會上 運行的方式 我覺得只要找到 對自己夠有生氣的方式 你就是找到的是 你的生存法則 對 然後我在12月19號 最好會有台北Legacy 就是女生的演唱會 然後在台中是3月26號 希望到時候可以帶著 生存法則 和大家一起分享 這一路以來的 心路歷程 然後如果想要獲得 那麼多滿滿生存法則 那我們大家現在可以 上那個 折折的募資網站 對 去下標募資 趕快讓他的資格 繼續往上突破 謝謝問方 今天來到這邊的社會網站 那我們下次見囉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